哈囉 大家好 那個 瓜哥剛剛有點點delayed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現在接下來一程怎麼回事 OK 很好 那Nix的話 它發展其實還蠻準的 那它其實呢 普通美台有一個專案 是叫做Nix 那他們發展的也不錯 我自己也曾經參與過 那我覺得這東西是 那可以多花點時間去聊聊天跟天 那這個Nix的話 其實影響很多東西 花花點現在的Stay 其實都有Nix 可以打在這邊 那我們就來歡迎這場的獎子 OK 嗨 大家午安 感謝大家來這場地產 那今天會講的是那個一個 我們拿來管理系統的套件 或是看Mapaki的一個網路工具 就是Nix跟Nix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新思考問題的本質 然後接用許多有兩層支援的觀念 這樣設計出來的強化工具 因此我覺得這個主題可以討論東西非常多 在很多領域都有應用的可能性 不過今天時間相當精華 所以我們大概只能講一點概念 要把他很天然地北的討論 各種思議的使用狀況 因為有興趣可以之後再跟我們聊聊 然後或是看這份簡報後面的參考資料 簡報後面在這裡 或是參加9月份的Function First Day 主題跟今天一樣 也是9月5號在新興趣的某些樣的公司 對 那個時候比較有時間可以分享更有趣的東西 在開始這個主題之前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在之前聽說過Nix或NixWise可以幫我學衷 哇 這場集滿多的 好 謝謝 我自己也會聽說到NixWise 就是去年12月的時候 和伊亭跟黃旭德國來一起 然後參加一個派對方會做路面經說的 那個叫做Kioskommuncation congress 我用在柏林歷史蠻悠久的 去年是第35屆 所以叫做上Z3 大家有興趣可以無口看看 用一個快速的偏補方式 介紹這樣的大會 可以說它跟名稱一樣 很溫暖和自由 那會場中你可以看到 各種裝置藝術啦 這個社群在擺攤搭帳篷 然後搭獎台 那第二章 這是一個開放給大家 你先進去 你可以自己去修改那邊的城市 去控制它怎麼移動的一個 一支機器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會場中有 他們自己架的GSM基地台 你可以買一張他們的SIM卡 然後插在你的手機上 去人家會場裡面 打電話給你的朋友 那跟一個圖片的國家感覺差不多 那裡面大家會討論像是 網路影子選啊 去中間化啊 然後政府監控之類的議題 裡面有一些 我覺得很有趣的議題 像是 跟人造衛星通訊的一些 技術上的限制 跟突破方式 或是有人去逆向工程 那個中國的一個叫 芝麻信用的評分機制 那會在場中大家會騎著滑板車啊 或是坐著遙控沙發 在會場面跑來跑去 因為畢竟場地太大了 我們走的時候都要小心 不要被沙發撞到 我覺得這是 蠻特別是這個文化裡面 你會覺得科技不實際的工作 而是 也不是一個產業 也不只是一個產業 它其實是你的 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也是恐怖光明權利的力量之一 那腳目技術 或是使用科技 就跟去IKEA跳下去 一樣平常自然 那像這個一樣 就是會場中會貼 一個包子攤位的廣告 如果也不知道 我想把影片講 那 嗨 大家好 我叫胡卡 那Github跟Trader上的IT 是在大VG 也可以在Facebook上 用本名找到我 平常沒事的時候 喜歡玩歌手 奇怪的技術 那在Speaker在上面看到我之前 可以找到我之前玩的一些東西 玩的比較多的東西 還有一些分享 那最近兩專業 對Function Home Programming 這個裡面特別感興趣 所以 也因為這個語言 就是加工業遊戲 那個時代用的就是 也是當時最多用的平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一個叫做 C-Kino的波台系統 用現在的話來說 就是一個PAP環境安設service 裡面可以做 裡面可以做 像是管Doman 然後玩 玩幾個國家BASS 然後一個簡單的FDA 介面可以用你上傳 然後編輯網站程式 像是 改行 BIG或是 裝Plugin 這個時候我們 在裡面放的東西 除了網站程式網 之外 通常還有一個 一個檔案 就是這個 圈測為TFT 就是我們這些系統官員 都要計下 何時何年何月 何日 我們為了什麼理由 去改了系統中 哪些東西 就是生怕 日後想要復原 某個操作 沒辦法做到 或是在升級系統之後 沒辦法把網站 變成沒有辦法那個樣子 那當然會有這個東西 就被Git去回來了 那也隨著技術的進化 那我們也逐漸用自己家的網站 取代一些家旦的程式 也拜現在的人還把通假所持 就是寫網站變得相當快 我們的Server 也從 像是CNOW的東西換到 像是BPS那種 更有產性的架構 那我們可以直接 帶這份進去 然後改一些系統裡面的內容 通常我們會在 相當做這件事情 譬如說APT 應該營收某些東西 或是改一些系統參數 甚至更進階一點 就是會去開取系統中 某些 某些Package 然後改接另一參數 譬如說 個Compile跟GenX 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發現 唉唷 我老朋友回來了 再來 再來我們談談軟體 軟體開發 在軟體開發的時候 如何安裝跟管理 開發環境 我覺得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嗯 就算大家用一些現代的語言 有時候會附送一些軟體 套件管理工具 不過隨著你專業變大之後 負面還是有些是身體感人性 像是寫網站的話 如果你要處理 使用的上傳圖片壓縮 或是做不一樣尺寸縮 他們會依賴那個系統裡面 要有image magic 這個條件 嗯 就不管是我們去寫裝機指南 或是我們不寫裝機指南 反正文件裡面看 我們直接寫一個自動 script 把你的開發環境裝好 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嗯 像是這個軟體 或是script 有可能在你 呃 加入新的defendancy之後 忘記更新 或是 你的script 跑在不一樣的OS 或是PyroNH上面 它就會壞掉了 那導致的問題 常常是我們 需要花兩長天的時間 就是為了幫一個新的開發者 裝好它的系統環境 那再來像是 大家的貴人電腦環境 那我自己也是一個 重度的電腦使用者 所以對系統會有非常多的修改 像是加持的keyfiring 然後改開氣流程 或是去patch我自己的軟體 跟編輯器 那這些常會導致兩個問題 那第一個是隱藏的離地帶關係 然後再來是 各個地方都有touch 所以要重新安裝 可以有變得非常困難 那總之無論是四五D環境 或是台灣環境 或是桌面環境 都面臨無法會有效控制 然後總是有不如預期 令人忽夢不解的狀況會發生 我們面對的這些問題 可以統稱為script for NH 就是說 部署軟體會遇到問題 無論是你想要把軟體 部署到你的伺服器上 你自己的電腦商 甚至是你同事的電腦商 都一樣 那這個名詞就是在這篇 叫做 The purely functional software 為我們model 的論文提出來的 那這篇論文是Nix做的模式論文 那也是Nix 套件管理工具的一些理論基礎 那裡面有提到一些 限量工具的在使用量不足 然後不方便 或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就是沒有那麼精簡永遠的地方 對 然後 這個例子我先過去好了 那我們來談Nix Nix它其實是一個 Type-G-9 或是我們可以用剛剛的術語 把它叫做 Sober deployment 的一個工具 就是幫你裝好層次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 像剛才有人介紹的 就是在 Function Programming圈子 有一定的知名度 然後蠻多Hasco的使用者 也是Nix的使用者 那如果我們用一些 Hashtag來標題殺人的話 我們可以說 Hashtag Purely functional Hashtag Immutable Declative Lazy Guarding Selections 對 在接下來的內容 大家會看到這些 Hashtag一個個的出現 那 在 在接下來 我創作一下 20分鐘的時間裡 我們 就一個一個來 談一下 Nix的這些概念 分別是 Nix Store Nix Language 然後Diversion 然後Nix Packages 最後是 Nix OS 跟Nix EMB Nix Shell 前面比較像是一些 基本概念 跟Nix的設計者學 然後後面是一些 實際上 可以被使用的方式 首先我們來講 Nix Store 大家可以想 Nix Store 是一個你所有的 快樂的成果者 的一個地方 不管是 你平常會用的 像是 Dash 或是 CSH 或是 你的 編譯器 像 GHC Python 或是 Ruby How many 看不到 可是其實是在 機場裡面的一些 Library 例如說像 GridLine 然後PCRE 或是 Accurances 所有東西都到這個地方 Nix Store裡面 首先第一個中央的原則 就是你的 package 不能有任何的 Global System 的Dependency 以Ruby為例 就是Ruby 它也寄了一個 Dependency 是 OpenSSL提供的 然後擺在 StashLib 底下的 AppLib SSL的 無線檔 這件事情 在Nix 的機制下 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 大家寫程序 很多人都知道 Global Viracle 只是邪惡的 也是問題的根源 如果 我們的 城市需要 有些Library 的Dependency 要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可以 引入那個 package 在這邊我們引入 OpenSSL 這個package OpenSSL裡面 提供了 Ruby需要的物件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 Ruby Dependency OpenSSL 這個package上面 舉例子來說 我們 常常這樣的 Bash 它在Nix 底下有這些 Dependency 或是 Wget 這張圖是 Nix產生出來的 就是 用Nix 我可以 下一個指定 幫我產生 我把Hagrid 在Nix裡面的 Dependency Graph 這個是 Dash的Dependency Graph 大家可以看到 Dash 在最底下 然後上面 都是它的Dependency 然後 有些Dependency 還有自己的Dependency 還有自己的Dependency 然後 這是GCC GCC 其實有蠻多 依賴關係的 只是裡面很多 的東西 平常都是 智慧系統 我們 預設智慧型會提供 應該說 我們認為 Dependency 會提供 所以 在Nix裡面 這些東西 都會被 內容管理 所以就 無所遵行 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 這個是 HCI Nix Nix 的 另外一個 中央的原則 就是 Nix Store裡面的 package 都是 re-only 就是 它一旦被 build出來 一旦被 變異意見證出來 之後 就不能 在優忍的方式 內修改 那 因為這個 測器 我們可以 讓很多 package 都可以被 不同的package 重複利用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裝了bash 底下 我直接library 我們想要再裝 csh bash 原本的Dependency 都可以再給csh的重複利用 那 要再裝個新的csh百合也沒有問題 就是 大量重複的Dependency 都可以被 大家 不同的package 來被依賴 這就像一些程序員裡面 就是Innovable Data 創學的 特性 就是我們可以確保 就是原本的資料結構 都不會被任何方式去修改 所以我們可以讓新的資料結構 然後直接去reference到這個資料結構 然後可以提倡效能跟結成記憶體 那 假設如果我們要移除某的套件 Nix會怎麼處理呢 就像一些語言裡面的變數 被說要移除的套件不會馬上消失 而是被 不要鑄藏一個 沒有被 應該說就是沒有被使用的狀態 沒有被reference到的狀態 沒有被reference到的狀態 那 某個特定的手機 Nix會發動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招式 叫做 Gargue Collection 首先我們把 當下還在環境下 會被選擇 它一個當作 GC Root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 Gargue Collection的演算法 我們就可以 雕出 所有在NixStore裡面 在reference graph裡面 迷茫 失去歸屬的牌子 然後 放心把它幹掉 那 也因為 Immutable 就是大家可能會好奇說 如果我要 修改一個pack 要怎麼辦 例如說 我要 修改好package的內容 package比較原始 或是改改便宜 參數在reference graph 這個package 那 答案是 你 你不會去修改package 你直接建立一個型的 NixStore裡面 有一個特殊的機器 叫做 Cryptographic Hatch 就是 Nix會把 建出一個package 所有會影響 建出一個package的因素 都通 拉進一個hatch function裡面 然後產生一個hatch 那這些因素 包含了 像是 你的package的原始碼 然後你要哪個 需要去build它 然後package的名字 它的dependency 還有各種 變一個script和參數 如果大家去看 NixStore這個目錄的話 可以看到 每個 director 前面都有一串 像學校版的東西 這個就是 Nix算出來的 Graphic Hatch 那 因為這個機制呢 就是 在NixStore裡面 同樣的 名字 跟同樣版本 package 重複的出現是有可能的 例如說 我們這邊 NixStore裡面 可以擺兩個batch 4.4 一個batch是原本的 一個batch是hatchboard 因為兩個batch的 盆頭關 跟hatch是不一樣的 所以 它的patch是不一樣的 NixStore也知道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package 就不會被 不會被錯誤的引用 或是錯誤的使用 那 剛剛這邊 上面的這些 所有會影響到 一個package build出來的 各種因素 在Nix底下 我們會把它叫做 Build Inputs 那 這個就是 Nix的 Curly Function 就是說 因為所有會影響到 一個 它編出來 結果的 所有 會變動因素 都是這個hatch的 都是這個 function的 參數 所以 Build Inputs 一樣 它的hatch一定一樣 那 Build Inputs 一樣 編出來的東西一定一樣 所以 hatch一樣 也可以說 它的東西就是一樣的 那 就是你 input一樣 不一定問題 pullly Functional 對 接下來來說 Nix語言 Nix語言 是一個 pullly Functional 的語言 Nix語言主要的功能是 Aladdin Package 或者說 Diversion Diversion 是一個 Nix的 術語 它指的是從 Build Inputs 去divert出 build出來的 結果的 這個動作 那 或是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 比如說 diversion 就是 Nix語言裡面 一個package的 representation 那大家可以這樣想像 就是 你的所有package 都是在 Nix語言裡面 一種 特殊的變數 那 變數的結構 可以reference到 其他變數 就算是 pullly Functional 可以dependent 在其他hybrid上 你的整個城市呢 都是 你的整個城市 跟 你的城市的所有dependency 都是你在 Nix裡面 有一個主要的結構 那來看一下 實力的城市 這是一個 PowerWorld的 pullly Functional 那本名叫 Diversion 就是 Nix 就跟 index.nix 兩個 差不多 意思 結果大家別忘記 看到我們一行 那 換城市馬 其實給大家一個 大概的感覺 再看這邊 就是第五到十幾行 這邊定義一個 Diversion Diversion 是Nix裡面的關鍵字 就是用來定義 Diversion 這個特殊的阿牌 Diversion 被呼叫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 就是一個set 裡面的內容就是 前面提到的bill input 像是那個名稱 系統平台 還有 打個shell 然後 一些參數 接下來解釋一下這個 Nix Package 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 像是Nix裡面的 標準文字庫 裡面定義了很多 好用的功能 還有幾萬個 各種Packages 就是 剛剛在 在剛剛的Nix Conversion的例子裡面 第二行就是 把那個 NixPackage import進來 那 NixPackage 是一個會回傳 一個超大set 結果的方式 然後這個set 裡面定義給 非常多東西 你整個NixOS 都定義在裡面 那 我們這個翻譯 也會抓出裡面 像是Dash 還有GCC 來幫我們編譯 HOWER這些嘗試 可是 如果只是為HOWER這些嘗試 就把 那一大把Package 整個info 進來 結果會不會很慢 很沒效率呢 其實不會 因為那個是一個 Lasic的語言 那 中文常翻譯 翻譯叫做 多信求知 就是它只會Evaluate 我們會用到 那些東西 那 以另外的觀點 也是Package Manager 的觀點來看 我們也可以說 NixPackage 就是 NixPackage Manager EventChannel的概念 那 我們也可以 寫Nix語言 來擴充 這個NixPackage 那 NixPackage裡面 一定都很彈性 就是我們 可以Import進來 然後Overwrite這些東西 然後再把它 讓它可以 讓別人Import進來用 然後在記號上 就有自己的 Hive Collection 然後裡面有一些 我自己的Mackage 還有 對一些 原本有它裡面的Depatch 然後網路上也可以找 然後不少使用者 分享他們自己的Hive Collection 那再來講 我們講 Ni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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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內建 Nix 作為它預設的Package Manager 這樣做其實有點相反 應該說是 NixOS 是整個系統都在 Nix控制之下的一個OS 那 不只是系統中的套件 連Nix本身 還有系統的聲音檔 都是用Nix Build出來的 對 就是Nix Build出來的Package 不一定要是嘗試 它也可以是任何東西 像是主態檔 文字檔 這樣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實際的系統定音檔 那把這個檔案交給Nix Nix就會Build出來 作為系統 那這邊 上面 第四到七行 就定一個檔案系統 然後 第八行 定一個系統 便要預先裝好套件 第十一行 啟用了 ITX系統服務 然後下面是 我們又幫NGS 就是幫 IGS打的一個Patch 然後 最後我們就是 enable了一個 example.com 這個Virtual Cost 那 如此的Declative 就是我們可以讓整個系統都 變得非常容易預期 然後容易控制 你的整個系統都在 Nix 都在Nix Store裡面 那 那這是一個Nix OS系統 經過極度簡化破破的 Bependency Graph 最上面是 Nix OS System 這個Package 它依賴一些預載常識 像是 Dash 跟 CSH 還有 NGX Service NGX Service 也依賴那個 NGX Config 這個Package 還有 NGX 組程式 那 另外 就是 右邊這邊 還有一個叫 ETC的Package 它頂端的自己就是很多 在一季之底下的系統設定 那 如果我們要更新系統設定怎麼辦 我們只要修改原本的Config 然後 跑來個指令 然後建築一個新的系統 然後切換到這個新的系統去 那 也像之前說的 就是新的系統 它的套件可以當然重複利用原本的 你可以快速的在不同的系統版本之間切換 就是 Build了一個新的系統 切過去吃吃看 不滿意切換來就好 那 在NX Store裡面有 可以有很多的系統工程 不怕你改壞掉 那 你也可以在開機的時候 選擇要進入哪個版本的注意系統 像是 Nix OS的開機選單 那裡面是 就是依照對我時間 保留不同系統版本 那 最後是 Nix 再來說 Nix EMV Nix EMV 就是你的小環境 有很多 跟Nix OS相似的特性 不過它是小 不是系統 不是OS等級的 那 有時候 我們一定只需要裝一些條件 例如說 我這邊想要用 Interactive Ruby Nix就會 提示我需要裝 定義在 Nix Packages 裡面 像 從這邊 Terry拖電來裝 那 我裝了 Ruby 2.4 到我的Nix environment 就馬上可以獲得 Ruby可以用 雖然 Nix EMV 的操作比較 intrepid 是用下指定 而不是 改 complete 重新定義的方式 來定義 操作環境 不過 在Nix EMV 你的 需要環境 也有跟Nix OS一樣的 操作控制的機制 等到你安裝 升級 或是提出一個 Potient的時候 都會進到一個 新的環境版本 叫做 Generation Generations 那 你的Nix EMV 也可以跟Nix OS一樣 在不同 Generations裡面 操作環境 那 像ToolMontor的指定 就是可以 列出Nix EMV 目前底下 那些 Generation 稍後時間的操作 最後 最後 就是Nix Shell Nix Shell 主要是給 Ruby卡在用的 有幾個 主要使用情境 就是你可以 定義一個 需要環境 你可以進入 某個Diversion的View Shell 然後去做Debugger 或是像 Nix OS一樣 寫個Decority of the Lix Nix Language Transition 定義出一個 需要環境 你就可以打到 Decority of the Cloud環境管理 然後把以上的Nix 跟概念跟特性 做個總結 就是 Nix 建設的 每個Packet都是 Fully Functional的 就是一樣View Input 都會產生一樣的結果 跟Critographic Hatch 然後 Emotional Data Structure Decority 然後Lazy 你不用擔心 就是定義了 太多不會用好的東西 然後 Globy Collection 其實就是 Inx還有很多強大的地方 還有很多 宣愛圈的應用 像裡面提到的就是 Catch is 一個Inx-bound Catch-as-a-Service 像前面提到的就是 一樣的Grippled Globy Hatch 都代表一樣的 對有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拿那個Hatch 當作Key 你只要在Pack 像編譯過年程 是存入Catch 然後在其他機器要裝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用事先計算的那個 用Brain 或者計算出的Hatch 直接去找到 有沒有 外面Catch可以直接下載 就給我們再重新 避易 Hydra是一個 有點像是 Nix以下的CI系統 就是用了Fully Functional 或Catch 類似Catch的個性 讓你在推進的程式碼的時候 都可以只測試 你有修改的 也就是不用Inforce 不一樣的那個部分 其他部分都可以直接從 開始露的進來 Nix OPS 就是 它把Nix的應用提高到另外層次 就是你不只是可以拿來 定義一個機器 你可以定義整個 明光的Inforce Function 然後讓Nix幫你去開 例如說 你有一個Web的Server 需要幾台Web 然後還有一個Catch & Proxy 然後讓Nix幫你去 部署這些東西 那 在這幾月 我做過一些東西 像是我把 NixOS裡面 翻上GCP 就是Google Computer 和Life 1 第二個 就是我的 一些NixOS的Config 也放在Github上面 還有一些Nix的Type 裡面比較特別的 有一個 叫做Fusion Passenger 這是知名的App Server 可以搭配Android App一起用 可以搭配Android App一起用 也在裡面 還有 還有在Nix 重新 就是重新取得一個NPM 那還有一些 一些 嘗 一些常識的 探索過的版本 那 最後 應該快結束了 就是這個 這是我自己的一些推薦 推薦的資料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推一推一下 就是Functional Thursday 在9月5號 主題 樣是Nix 和Nix 新區的辦公室 那 還有 Nix Pills 這個是個人推薦的 入文教材 然後有個視頻 短片的文章 就是從安裝基本使用 原理 然後一路到語言 如何寫套件 讀完之後 你可以任意爆感你的系統 然後去幫你自己的target 那 今天 大概是今天的內容 那 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講了時間控制 剛剛好 剛好一分鐘 可以QA 我們就接受一個QA OK 好 今天給我們有人 問一下 我這邊想問一下 就是關於那個 一個package review的時間也不一樣 Q出來的東西也不一樣 那 這個問題 我記得Nix好像 也在思考起來 這個問題 他用很多方式來控制 例如說 隔離的continent 然後他盡量 把所有會影響到結果 通通納入billinputs 去做 雖然說你還是可以 hack他 然後呼籲讓他bill出 不一樣的結果 通常大家不會 不會這樣去做 就是大家會希望說 你不一樣 不就一樣 對 好 那如果等一下 還有其他的問題想說 喜歡的話 這樣子應該待會不會 再對嗎 好 再次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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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